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Krita AI的Division 它已经释出这个1.29版 其实呢 我本来是要等它改到1.3再来讲 因为这1.29还是有一点问题 可是呢 它最近没有更新 那我们没关系 我们一样就先讲先用 那这个1.29版是做怎样的更新呢 其实它就是把Flash Free的模型呢 可以就是在这里直接使用这样 那 我会在这个影片呢 直接教大家怎么用 那一样 我们下载就是下载这个Krita AI Diffusion 抓好之后呢 再把它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呢 再把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呢 放到这个Krita 这个资料夹 然后AI Diffusion进来 把它贴进来 盖过去就可以了 不知道这个资料夹在哪里的呢 自己再开Krita去设定Krita这里开 这里资源 一般资源 这边 会有你的Krita的目录 这样 你再把它贴过去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现在Krita开起来了 我们就一样 也是先讲In-Painting跟Out-Painting 就跟我们Compify的那个一样 我现在随便选一张图进来呢 如果说呢 我要在这里多一只猫的话 可不可以 可以 你就随便框一个地方 框好 然后你直接打Cat 那AI Diffusion更新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看到多一个Flotsphere的Style文件 然后你就可以在你Flotsphere的目录呢 去读到你的Flotsphere 那要注意 要使用GGUF的话 一样要安装我们上次说的这个节点 你才可以去使用 那我这里就直接用Flotsphere的原生模型 然后按填满 然后就会执行 等下就会生成一只猫 然后这个是比较没有问题的 好 Impending 就是这么简单 你就自己去选 你想要什么猫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这个 Line区域影像裁切 裁切这个影像这个 我们点这张大的图 你自己看你要扩张到多大 那你如果要扩张到这样呢 就是这样 那现在要怎么做呢 一样我们也是在把这个 用选取工具把它选起来 这样 好 我们就是要扩张这块区域 然后呢 我们提示尺可以不用填 然后它自己 它在更新以后自己会辨识 它有填满展开新增内容这些 那我们现在就是 就是要扩张这一块 就是要扩张这一块 然后让它就展开 好 有没有看到这样直接 跳过来就是很自然 这个就是 Impending跟Outplanting的用法 那 我现在说 第二个用法就是Redux的用法 Redux模型呢 放的位置呢 我在之前的CompUI Redux 有讲过了 你就不用更改 这样 你就是一样放在这个 CompUI的这个 Model的这个 Style models里面 那你如果是有 外接共享目录的话 那你自己再去改这个 配置文件 那这个Redux要怎么用呢 其实就是一样 你先把一张图丢进来 插入为新图层 然后先把这张图改名字 我们不看那张图 我们就一样也是这张图 然后一样我们点衣服 那因为我们要换这个衣服嘛 我们换这个 扩充这个 新增矿制图层 然后选择Redux 然后这里呢 它就会读到你两个 这个图片档案 你如果选这个Drice 我们刚刚改名字的这一个 那你可以就是 不用Done 选填满 这样 它自己会自动侦测 好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图已经跑好了 那这个图衣服就是这样 那我觉得效果是没有在 Compy UI 直接 那么像 Compy UI 出来的效果 很完美 那这个就是它 FlashView的 Redux 的用法 好 那我们来讲最后一个 这个 它多了一个功能 就是说 你一样也是一键这个选取目标 然后你如果把这个 从位强度 然后到100的话呢 它多了一个替换背景的功能 就是把这个背景换掉 然后我可以跟各位说 这个FlashView呢 这个替换背景很有问题 好 可以看到为什么我说 效果不是很好 就是它这个 背景后面是弧的 那这个弧的呢 目前两个做法就是说呢 你再把它切换成这个 FlashDive模型呢 去把它进行精修这样 啊 我忘记要按套用 你要先把它套用上去 然后再反转选取 然后再反转选取 然后让它去精修外面这个部份 好 这是FlashView的 跑出来换背景之后的图 然后我们精修过后呢 后面就比较清楚了 有没有 这里后面都比较清楚了 这是第一种做法啦 然后 大家可以看到是又变成两个步骤 比较麻烦 那另外的做法是怎样呢 就是说呢 然后我重开一个 一样我们也是选取这个 然后现在用的是 XL的模型 然后把刚刚的提示池贴过来 然后一样使用替换背景 然后用XL的话呢 相对的就快很多了 然后也不用再去切模型精修 有没有 这样就快很多了 然后背景也换得很漂亮 这就是1.29的新功能 那再给各位参考 如果觉得我的频道对你有帮助的话 再帮我按赞订阅一下 然后 顺便帮我分享一下 嗯 ении 。 button 。 Señ 。 "; 。 。 。